重温经典,以古建经,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读孙子兵法,来读君真篇的第五个部分 以智待乱,以敬待华,此至兴者也,以敬待远,以义待劳,以宝待机,此至利者也 无妖振振之旗,物鸡堂堂之震,此至辩者也 以智待乱,以敬待华,此至兴者也的意思呢,就是用自己的严枕去等待敌人的混乱 用自己的镇定去等待敌人的急躁和喧哗,这是至兴 什么叫乱,什么叫华,陈浩的注解呢,叫 政令不一,赏罚不明,为之乱,经其措杂,行物清销,为之华 审敌如是,则出兵公职,领导者一举一动都关系着财产万千 都关系着人命关天,都关系着是非曲直,都关系着毁域中间 所以领导者的情绪是会影响整个团队的士气的,也会干扰自己的决策和行动 其实很多的决策都是因为压力和焦虑做出来的,而不是作为理性的判断而来 为了舒缓自己的压力和焦虑,轻率的做出各种各样的决策 或者在困难和危险面前不能足于大难而不惊 反而慌不择路,走向了灭顶之灾 致气,致心,致力,致变,是保持队伍战斗力的优势的四个要点 而致心,是一切的根本 以近代远,以亦代劳,以宝代机,此致力者也 先到战场的,等待着敌人远道而来,自己安逸修整 去等待着敌人疲劳奔走,自己吃饱了,等着敌人挨饿 这就是致力,保持自己战斗力的一种方法 前面我们讲到很多故事,讲到了李世民安兵不动 去等着窦剑德的部队列阵,列了整整一个商务 就是让敌人方有智变乱,有净变华,有义变老 有饱变鸡,有不可变可,消耗他的战斗力,然后去打他 李靖说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一条,就是治人而不治于人 掌握主动,这一句其实也是这个意思 无妖振振之旗,物积堂堂之阵,此至便者也 曹操的注解叫振振,其也,堂堂,大也 妖就是攻击的意思,如果对方的旗帜非常整齐 阵容非常的堂皇,就不要去攻击他 就避其丰锐,好一好他,等他朝气锐,没有了 渴了,饿了,不兴奋了,便急昼气堕,木气龟了,然后再去打 曹操为叶臣也是一样,原上带兵来去救叶臣 曹操说,若从大道来当避之,若寻西山来,此成擒尔 为什么呢,意思就是他如果从大路上来,那是正正而来 堂堂而臣,无所畏惧,必有激变,所以这个时候不可以打他 他如果顺着山根溜溜的摸进来,捏手捏脚 那说明他心中没有树,手上没有力气,那这时候 就打他就是了,袁上果然寻西山而来,然后曹操 逆击打破之,这不是讲战术 他是讲清理没底的时候,他一定会从小道上过来 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想打别人一个措手不及 但如果我已经知道了,那我就可以再返回去打一个 措手不及,质变是善致变化之道 以赢敌人,根据敌人的变化来进行变通,曹操那么强,他也不轻视袁上 如果袁上正面呢,正正堂堂来了,他也准备避其锋芒嘛 古兵书军阵说,见可而尽,知难而退,强而避之 接下来一个部分其实讲的是战略 19世纪瑞士的军事战略家,洛米尼五个层次的划分 我觉得个人认为是非常准确的 无论你的事业是什么,都可以按照这五个层次来进行对号入座 看看是否能够规划清晰 第一就是政策 洛米尼把政策放在战略之前 他也认为他是第一个在战略上提出政策高于战略这个理论的人 就战争而言先有外交政策 然后呢,有战于不战 然后与谁结盟,然后与谁战 就经营而言先有我们对社会对消费者的政策 然后呢,才会有做自己的战略 所谓的政策就是我是谁嘛 我代表谁的利益,我的行事方针是什么 孙子讲政策,五十七级里面道就是政策 政策和战略的区别是什么呢 战略是我的战略 政策是我对别人的政策 先讲政策,后讲战略 就先考虑别人,再考虑自己 先考虑利益相关方的利益 然后和各个参与游戏的 这种参与方的机制和利益之后 再回过头来设计自己的战略 政策之后第二才讲战略 战略是我在哪儿,我要去哪儿 我怎么去,是获取胜利的路线图 孙子讲战略是先胜而后战 赢了在他,不战而去人之兵 这就是他的战略 第三呢,就讲战术 大的战术 一招先吃遍天 每一个成功的人都有自己的那个绝活 那就是一招先 这就是大战术 孙子兵法的大战术就是以政和以积胜 怎么打他都是分战法,振兵击兵相互转换 激阵之变,无穷无尽 第四呢,讲的是战争勤悟 孙子作战篇重点讲这个 他所谓的叫持车千四,隔车千胜 败价十万千里溃粮 没有后勤保障再大的军队也是不堪一击的 而且非常脆弱 第五呢,就讲工程艺术 这个时候讲的主要是对于筑磊要点的一些工手艺术 第六讲的是基础战术,就这么大 我们常说的一些战略工具箱,战术工具箱 经常用来培训员工的各种各样的方法和策略 孙子兵法这个军真篇讲到了叫 高陵物相,贝丘物逆,扬北物从 锐竹物攻,尔兵物实,为师必阙,穷寇莫追 这就是讲到基础战术层面的问题 兵法不能把所有的情况都写全了 他所以就会害死人啊 我们看看他的接下来的文章 故用兵之法,高陵物相,贝丘物逆 扬北物从,锐竹物攻 尔兵物实,归师物恶 为师必诀,穷寇莫追,此用兵之法 高陵物相,贝丘物逆 什么意思呢?就敌人站在高处啊 不可以养工 敌人如果从山丘上下来呢 不可以这个逆袭 如果你养工,地势不变,有劲使不出嘛 那还有敌人有一些什么垒木滚石砸下来 你根本无法抵挡 如果敌人背靠山丘冲下来 他占了地利,他没有后顾之忧 自高而下,气势又顺,力量加倍 就不要逆击,把他引到平地上再来打 战力就是我们之前看到过的一个案例 就是赵舍和秦军作战 离营五十里,扎营 然后军士啊,许丽建议说 叫先占北山舍胜 赵军占了北山的地利 秦军来了之后呢,争又争不上 然后赵军,重军击之,打破秦军 诸葛亮说,山林之战 不养其高,敌从高而来不可以赢之 势不顺,影子平地 然后会战 不过万事都有两面啊 著名的诸葛亮汇类在马树三国联义里面斩了 但在三国志里面,那个镇室里面其实没斩 他是死在了狱中 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干脆逃亡了 还没有回去报道 在阶庭之战当中 马树先是占了山的 在山上扎营,准备等魏军来 居高临下,势如破竹嘛 只知死地而后生 他是有这个想法的 但是副将王平建筑他 他说山上没有水源 二,没有梁道 如果被包围,你必然会被困 然后被困死,饿死,渴死 这个道理马树如何不明白 他当然明白 他要的就是智之死地而后生嘛 而且他准备居高临下,势如破竹 一举把魏军拿下 压根没有在准备在山上酒呆 什么水源啊,梁道啊 这些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不过马树忘了一件事 就是韩信当年背水一战 智之死地而后生 并没有全部把兵马放在死地 他是有击兵去直取赵军大营来阵击配合的 如果没有阵击分战 你只有一支部队背水而战 那就是,那不就不是智之死地而后生 而是智之死地而死无战胜之地了 马树没有按照分战法的安排 他准备把全部兵马都放在死地上 王平看他劝也劝不动 还被骂是文盲 你不说他不懂军法 因为王平十字不超过十构嘛 什么马树嘛,大才子了 自然瞧不起他 王平说你要不在山上扎营 那你分一支兵给我 我住在平地,成鸡脚之士 有事呢,也可以互相相救 马树同意了 所以最后还是安排了一个分兵 马树为阵,王平为鸡 魏军大将张和来了之后 见到马树扎营扎在山上 第一件事就是包围 第二就是断水,断粮 这都是马树预料之内的 这还想象不到的就是诸葛亮 就不是他的爱徒了嘛 如果连这个事情都想不到的话 第三件事他没有想到 孙子兵法上面没写 就是断河放火烧山 兵法不能把所有的事情写全啊 所以才会害人 火一上来就不是高龄物象 背丘无耻了 马树军队饥渴难忍 然后再加上一个央熏火辽的 一时大乱啊 冲也冲不出去 这个时候断河发动攻击 马树打败 于是丢了阶艇 诸葛亮的整个战局就白了 还有一只鸡兵 王平呢 王平坐壁上官 没有来救 三国志王平传记载说 叫树舍水上山 举措烦扰 平连剑 连规剑树 树不能用 大败于阶庭 众静兴散 为平所领千人 鸣鼓自持 魏将张和 移其辅兵 不枉毕业 从此王平发迹 成为蜀中名将 你看其实王平的发迹史啊 是让这个马树 自己的兵败来去成全他的 用兵之法高龄物象 当中还有一段 就是 扬北物从 锐竹物攻 耳兵物实 龟师物恶 为师必杰 穷扣物追 此用兵之法也 扬北物从是假装败北的敌人 不要追 后面有一句就是耳兵物实 也有这个意思 就作为右耳的敌人 你不要上钩 派一支部队上去打 假装败退 引大部队来 然后呢 出击兵 灭掉他 这是标准战术啊 地球人都知道 但是你到了战场上 你还是没有办法判断 他是假装撤退 还是真撤退 所以才有纸上谈兵 这一说嘛 就是你似乎什么都知道了 但是并不能完全判断 这其实就是不知道 杨北物从耳兵物实 读了孙子兵法 咱们知不知道呢 正确答案是不知道 知道自己不知道 兵法就算没读啊 韩信破照之战 就是著名的背水乙战 用的就是阳兵 耳兵和阳北 韩信先在河边 布了一万人的一个镇 然后呢 派耳兵出战 谁做耳呢 他自己做耳 这就由不得赵军不咬沟了 你见了韩信 你还不咬 那你要谁啊 拿主帅 甚至拿皇上作为耳兵 在历史上不是一回了 因为这个耳让人无法拒绝 知道是耳 你也要咬沟啊 更别说一兴奋起来 看那个是大将军在那 哪管什么耳不耳的 上去就咬了再说 不过这个主意 只能老板自己拿 谋臣一般都不大 敢建议让老板去当耳 韩信亲率耳兵出战 大张旗鼓 战鼓悬天 帅气飘扬 赵军一看就很兴奋 于是呢 万马军中取韩信手机 大丈夫啊 兼功立业就在今日了 于是就上去打了 打了一阵子 韩信就开始败北 慢慢的往后退了 扬北就是他 他不扬也得北啊 因为赵军人数比他多嘛 直接打他是打不过的 所以他就扬北 就是慢慢往后退 妙就妙待 他是真的 是真打不过 假装的就跟 这个假装的 真不像假装的了 扬北的时候呢 韩信开始放耳下钩 这就是他的帅旗 什么仪仗啊 战鼓啊 这些东西全部往地上扔 这是巨大的战利品 得了韩信的帅旗 可以得到极丰厚的赏赐 于是赵军空盈而出 抢夺战利品 真的就咬那个钩 这个时候 扬北勿从 耳兵勿使 两个镜条 赵军都犯了 前头韩信的 已经退到了水边 与列阵的一万人 合兵一处 再杀回来 后面有两千鸡兵 夺了赵军的大营 赵军一看前有劲敌 后丢了老巢 于是就溃败 俗话说 舍不得孩子 套不着狼啊 从韩信身上 我们看到了 不把自己放在死地 也是套不来狼的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